赵一祥在高中毕业之后来到台北 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家在哪里 不过大家却没有对他这个迷洋的人产生排斥 因为赵一祥在塔罗牌方面的灵力很强 尤其是他养的那只猫咪 更是他招揽生意的重要主角 但是有得力的地方 相对的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 所以当警方找到了被房东看到 找过赵一祥麻烦的男人阿光的时候 一问之下发现 阿光会去找赵一祥的麻烦 完全是因为前阵子他要求女友要复合 结果犹豫不定的女友 找一祥算命决定 一祥却告诉他不要回头 让阿光期望复合的愿望落空 为此他才去找一祥出气的 在我洗牌的时候 你就将心里面的希望 和你今天想问的事情 在心里面想 当你想完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我 好 现在抽出三张牌来 在心里面想起来 原本干净的牌 突然显现出猫的脚印 而这张被灵猫选中的牌 每每都会一语命中 求助者的处境和问题 或顺利解开算命者的疑惑 让这样神奇的事情 很快地就在年轻人之间传开来了 让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甚至有人是特地前来看 异祥和他的猫咪咪的神奇能力 这样的说法让警方觉得很讶异 接着组长又问 那你知不知道 他以前有跟过什么人结怨吗 结怨 有有有 我有自信说他房租的时候 好像有 你不要 你不要 阿桑 我告诉你 这一次给你一个小小学 好 下一次的话 我给你亲密报告一番 过了 放下 哎呦,你這惹到什麼人啊,他怎麼打成這個樣子啊 哎呦,咪咪,你嚇到了嗎?不要害怕喔 我會趕快找一個地方搬家的,你不要害怕喔 哎呦,你的人都被打得比貓還難看 怎麼還想安慰貓啊 啊,真是的 這個人真的是愛貓沉思耶,跟貓形影不離 他去哪裡,貓就到哪裡去 那個人你有印象嗎?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不過我對他印象很深 他看起來好像很兇的樣子 你說趙雨翔之前都沒有什麼朋友 那他發生車禍到現在,有誰來過他家 要是只有我跟他有啊,不可能有人進得來啊 警方從房東那裡問出了趙雨翔經常擺攤的夜市之後 就立刻前往調查 很快的,警方就對趙雨翔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趙雨翔在高中畢業之後來到台北 沒有人知道他的老家在哪裡 不過大家卻沒有對他這個謎養的人產生排斥 因為趙雨翔在塔羅牌方面的靈力很強 尤其是他養的那隻貓咪 更是他招攬生意的重要主角 但是有得利的地方相對的也有遇到麻煩的時候 所以當警方找到了被房東看到 找過趙雨翔麻煩的男人阿光的時候 疑問之下發現阿光會去找趙雨翔的麻煩 完全是因為前陣子他要求女友要復合 結果由於不定的女友找一翔算命決定 一翔卻告訴他不要回頭 讓阿光期望復合的願望落空 為此他才去找一翔出氣的 阿光再三否認自己撞死趙雨翔 因為他不僅沒車也沒有駕照 由此可證明他並不是開車撞死趙雨翔的人 這一下又讓警方頭痛了 那麼開車撞死趙雨翔的人又是誰呢